肝鱼多屁 皮须拉锡 胃火便秘 三个忠诚药 疏肝健脾轻胃 首先是肝鱼多屁 在中医里肝煮输泻 可以调上一身的气肌 因此若是肝鱼了 就会导致气肌紊乱 出现气质经常大嗝放屁 因为肝鱼会横犯脾胃 就还会出现腐胀 消化不良等情况 有些人呢还会有胸邪胀痛 心烦气躁 难以入眠 那像这种情况 就可以参考一个逍遥丸 来疏肝解瘀 还能健脾来增强消化吸收能力 然后是脾须拉锡 脾主运化水湿 若是脾胃虚弱 就会导致水湿内停 从而导致拉锡 或者总感觉拉不干净 大便还黏马桶 伴随着四肢沉重 脸上发黄容易出油 此外因为湿重困脾 湿气重也会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 于是还会影响消化功能 经常感觉口淡乏味 不想吃东西 那这时就可以参考龟皮丸 来健脾造尸 养血安神 还有礼器行脾 最后就是胃火便秘 这种一般就是吃了过于辛辣的食物 或者饮酒过度 从而导致了胃火制胜 火热下一道肠道 损耗肠道的筋液 肠道干燥 于是就会导致大便 肝结难排 同时还可能伴随着口苦 口干 口臭 还有胃痛 胃胀 胃灼痛 烦躁 易怒 那这时就可以参考黄莲轻胃丸 总之若是你经常放屁 还感觉肚子胀气 就可以参考逍遥丸 来疏肝解瘀 力顺气机 若是总便秘 就可以用黄莲轻胃丸 来轻胃火 还有润肠通便 若总是拉肚子 还总感觉身体沉重 就可以用龟皮丸 来造尸 健脾止蟹 请不吝点赞ius 不吝点赞ius 目 可以 不要